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做了一杯非常简单易做的饮品 这杯饮品是可以帮助我们清宿便 亦是可以帮助降血压 而且它亦是可以帮助我们腸道的愚动 因为它含有很丰富的益生菌 它亦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增强免疫力 而且这杯饮品是很好喝的 首先看我们用什么材料 第一个材料就是火龙果 火龙果有分红肉和白肉 两种都可以 你自己喜欢吃哪种就选哪种 不过红色火龙果 你会小心点 有机会弹到衣服 吃肉的时候会小心点 火龙果含有丰富的纤维 它有水溶性纤维 也可以帮助我们腸道的愚动 帮我们排走宿便 还有它含有丰富的铁质 加上它有维生素C 可以帮助铁质的吸收 铁质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制造红血球 所以是可以有补血的功效 而且它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高的 所以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还有火龙果它的味道也是很清甜的 在夏天也是很适宜 而且火龙果也是属于一些高甲的食物 可以帮助降血压 所以如果你本身的血压都是比较高 你也可以经常食用火龙果来帮助你降血压 第二个材料就是一些益力多 其实益力多我们就喝得多 而且也是很好吃的 也有些人说益力多的糖分很高 你可以选择一些低糖也可以 因为它有另外一种 益力多它又含有丰富的益生菌 所以也是帮助我们腸的愚动 但是卖广告也知道 益力多是一人一日只可以喝一支 所以我刚刚加了两支 所以现在做出来就是二人份量 而且你想它冷一点 好吃一点 你可以加一些冰粒 放在搅罐机一起搅 大概按搅罐机十几秒左右 就可以将它们搅匀 这个饮品非常简单 而且功效亦非常好 如果你说我不用火龙果 用其他水果行不行 有不同的水果也有不同的功效 比如如果夏天很热的时候 你可以加西瓜 西瓜也是有烧暑的功效 如果你是加其他的 你就看那种水果有什么效果 比如加香蕉 那些都可以的 好了我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一条片的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 the channel 我是欢迎你们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